那时候,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到他那里,因为人多,不能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要见你。 他回答他们说,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 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散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所读的福音很短。 耶稣的家人们来看望他。 我愿意跟大家默想这两点。 第一点,做耶稣的家人多么荣幸。 我想耶稣走到哪群众拥挤着他,他讲道治病。 一说他母亲来了,他的兄弟姐妹们来了,哪怕是表兄弟兄妹,或者是数百兄弟兄妹,这些亲人们来了。 大家都投影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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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谁家有这样的人 真的太荣幸了 那好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 我们每个人是耶稣的亲人 今天福音上讲的是 耶稣的亲属是血缘关系 跟耶稣沾亲带故 可是我说的耶稣的亲属 我们是他的家人 是灵性的关系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跟耶稣也不是同时代的人 同一个地方的 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可是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是建立在生喜生事上 当我们领了喜 那时候我们信耶稣 把耶稣当成弟兄 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家庭 以天主为父的家庭 天主圣神就开始让我们 跟耶稣跟父连在了一起 我们成了耶稣的兄弟姐妹 成了天父的孩子 所以 这是耶稣的亲人 我们多么荣幸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愿意跟外交人攀比 比什么 看谁家房子盖得好 谁家房子多 谁家更有钱 谁的工作 更好 我们比这些 事实上基督徒该比的是 我们成了天主的孩子 有天父 创造宇宙的神 做我们的爸爸 有耶稣 这位无所不能的 到人间来的神 成了我的弟兄 有圣母玛利亚 做了我的母亲 像妈妈一样 无畏不至地照顾着我 我们成了耶稣的家人 我们该选要的是这些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很多人不知道 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也不是比喻 这是一个事实 当你信了耶稣 领了洗以后 你就成了天主的家人 跟天主在一起了 第二点 天主的家人 有一个特征 我们不是从此以后 灵洗以后 不再使人间烟火 开始讲外语 开始穿 另外的衣服 不再做普通的工作 不 哪儿都不变 是不是我们就会念经 星期天进堂 星期五不吃肉 也不是这些 天主的家人 有一个特征 耶稣在这儿说了 听天主的话 而实行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我觉得有很多老教友 多少年了 一辈子了 没明白这句话 听天主的话 而实行 这是耶稣家人的特色 有很多以为 我领了洗 就成了耶稣的家人了 剩下的还做什么呀 平常念念经 不完全对 耶稣在这儿说 不是你们整天说 主啊主啊的人 就能进天国 而是成行我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听天主的话 而实行 这是耶稣家人的特色 我已经重复了三遍 请你们记住 你每天听天主的话吗 我很感恩 要不再晚 再忙 我也愿意 哪怕几分钟 给大家讲道 有多少人很渴望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听三遍 在上班的路上 如果赶不上 就在中午 一有时间 就拿出神父的讲道 来听 因为他们 透过你们 透过神父的讲道 听到耶稣 再跟你说话 就像今天 耶稣说 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可是做我的家人 有什么条件 我的家人是什么样的 每天听我的话 还不够 还没说完 耳切要实行 我们很多人喜欢听 这已经做了一大步 有多少人还不知道听 我们比他们做的 感谢天主 更明白 耶稣的意思了 开始听天主的话 爱上天主的话 但是要实行 要实行 按照天主的话 去生活 怎么生活 用耶稣的话说 那就是 你们是我的门徒 彼此想爱 别人就认出来了 这是耶稣的话 总归为一个字 就是爱 不是让我们想奇迹 不是让我们做超人 一般人做不来的事 我们信主的就要去做 不是 我们一样的过日子 一样的做生意 一样的干着普通的工作 但是我们怀着爱 做每一件事 做每一件事 你就做个菜 为了爱孩子 丈夫 你在外边工作 赚钱 为了这个家 有机会看到身边 有需要的人 拿出时间来 拿出你的东西来 给别人分享 不要说 他跟我没关系 我不认识他 他是个陌生人 再有需要 我不管 不是 我们的心 除了家人 朋友 更大 看到那些 有需要的人 把他们当成 我们的亲人 这就是 爱 这是耶稣说的 你们是我的门徒 对呀 今天我想 福音很短 我也就讲到这 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是我的家人 你们该为此而自豪 记住 我的家人是 每天听我的话 按照我的话生活 也就是 活在爱内 爱也包括宽恕 伤害你的人 你的仇人 继续去爱 你们就是我的门徒 阿们 我会让你